忠厚老师绝对是赵宝刚被孙宏雷最错误的认识 看过孙宏雷饰演的影片 都会被他的流氓气质所震撼 2003年 孙宏雷靠着征服中的黑老大刘华强 被大众数之 而孙宏雷也给观众贡献了诸多经典名言 因为这个角色 孙宏雷还被导演杜琪峰找斯嘉侦探侦查 当时杜琪峰筹备拍摄独占 当时他想找一个眼神犀利 看起来又像坏人的缉毒队长 可找了半天都没有找到合适的人选 直到看到孙宏雷饰演的刘华强 孙宏雷受到邀请 想都没想就答应下来 因为刘华强这个角色深入人心 此时的他急需一个好人形象 接下剧本后 孙宏雷才发现想演好击毒警察没那么简单 为了还原剧中吸毒情节 他还特意在开拍前半个月采访真正的卧底击毒警察 到这一刻 他才明白击毒警察有多不易 我说你们最怕什么 他说我们最怕的就是有毒贩 开枪打我们都没有问题 就怕他们让我们释毒 叫释毒 他叫释让你释毒 说你抽一口 你看我这货沉不沉 其实他就是在观察你 你可以不抽 你不抽 他一秒钟都不会多留 马上就走 我说你可以不息的 我就跟他争论嘛 他说不行 他说宏雷你不懂 他说不能在我手里把这根线断了 就是我心里毒死了 也不能断了 这是我们的职业 更让他伤心的是 在采访前三天 一个缉毒队长因保护 其他卧底牺牲了 当被主持人问到 饰演无名英雄什么感觉 孙宏雷直言道 不想饰演英雄 采访了这么多 就是真正的 缉毒警察侦察员之后 对你的表演 他带来最直接的帮助是什么呢 就是别演 别演英雄 其实真正的英雄 是没有痕迹的 看不到 才是真正的无名英雄 饰演过缉毒警察的张寒瑜也表示 但是有很多很多 嫉妒干警 他们是隐姓埋名的 他们不能暴露自己的性命 所以他们牺牲的时候 是不能给他们立碑的 只能在公墓里边 有一个衣冠种种 供他们家人 悄悄地去祭奠他们 因为 如果给他建一座墓碑 那么毒贩 会跟踪他的家人 以至于伤害他的家人 在拍摄过程中 导演将无色无味的粉末 换成了强烈刺激的白鼻炎粉末 孙洪雷当即就呛道 疯狂往鼻孔灌水 跳进冰水中缓解痛苦 自从这部戏之后 孙洪雷直接把烟都戒掉了 2008年 在电视剧潜伏的拍摄现场 孙洪雷对着姚晨破口大骂道 你怎么那么蠢 你是鱼目脑呆吗 姚晨一听当即急眼 直接在现场与孙洪雷对骂 导演看到后不仅没有阻止 反而连连叫好 很多人不知道的是 其实导演一开始 并不打算找姚晨和孙洪雷 来饰演于泽成和翠平 而是找到新柏青和朱圆圆两口子 奈何当时的朱圆圆怀孕了 新柏青为了照顾怀孕的妻子 也退掉了不少片约 这两个角色才落到 孙洪雷和姚晨的头上 据说 孙洪雷机缘巧合下 看到潜伏剧本 那时的他对蝶占据非常感兴趣 再加上当时的他因刘华强角色深入人心 对他来说 只要不是饰演坏人 不管什么角色都值得挑战一下 为了打破瓶颈 他依然决然找到导演毛遂自剑 就这样 孙洪雷顺利拿下于泽成这个角色 可翠平这个角色也让导演犯了难 当时有人提议 让姚晨试一下吧 因为姚晨早年间 饰演《武林外传》中的 郭芙荣和翠平有点相似 为此导演将为找到姚晨 姚晨看到剧本的第一反应就是 自己可能驾驭不了这个角色 可驾不住导演的多番劝说 最后姚晨只好同意试一下 到开胎那天 姚晨始终放不开 也找不到翠平大大咧咧的感觉 而孙洪雷对演戏也是十分严苛之人 不管对手是谁 只要没有演好 他都会直接指出 有一次 孙洪雷和姚晨饰演对手戏 可姚晨始终进不了状态 NG了好几次 孙洪雷看到姚晨始终进不了角色 当即就想到一个办法 让他入戏 孙洪雷直言不会对着姚晨说道 你怎么那么蠢 你是鱼目脑袋吗 都NG多少次了 净浪费我的时间 这句话直接让姚晨急眼了 两人当即就对骂起来 导演江伟看到两人对骂的场面 当即连连叫好 对就是这个感觉 事后 孙洪雷也跟姚晨道歉 开窍后的姚晨饰演翠平这个角色 也开始得心应手 靠着这部影片 孙洪雷拿下白玉兰奖 飞天奖 金银奖等三个大奖 靠着这个角色 孙洪雷终于摆脱刘华强的阴影 直到今天 还有很多人都误以为 金星口中的小鲜肉就是孙洪雷 这位演员 年轻时候也算一块小鲜肉 然后呢 认识了演艺圈的一位大姐 最夸张的一次 我们听说呀 为了求一个导演 让这位小男友能够出演一个角色 他愣是跪在导演面前 结果呢 任一红就翻脸 迅速地和这位大姐分手 其实了解孙洪雷成名史的人都会知道 这一切简直就是胡说八道 孙洪雷身上有一股流氓气质 但看他的脸都觉得他狠 真实中的孙洪雷 远比你想象的还要狠 孙洪雷一家十口人居住在不到28平方的破房子里 当时父母的工资不足以应付一家人的吃饭问题 母亲经常到领居家借钱维持生活 不仅如此 母亲还要到菜市场捡菜来吃 那时的邻居都看不上他一家人 孙洪雷从小就尝遍了底层生活的艰辛 更让孙洪雷没有想到的是 即使放下自尊 他还要被别人踩踏 为了捡一个漂在臭水沟里的塑料瓶子 母亲不惜脱了鞋走进发黑的脏水里 在家书店前见到几张破牛皮纸 他刚捡起来就被老板呵斥 滚 叫花子 严严 母亲对此种种却习以为常 脸上始终保持着淡然的微笑 中午 母子俩坐在河堤边的石头上休息时 母亲从口袋里掏出一个橙子 刀开 反复挤压几下 然后掏出一面小镜子 对着他把那些橙子一点点细致的涂在脸上 他一边涂一边笑道 橙子可以美容呢 人家看不起我们不要紧 自己要看得起自己 要爱自己 要让自己快乐 也正因为这段经历 孙洪雷明白了一个道理 成大事者必须不拘小节 为了出人头地 喜欢跳舞的孙洪雷报考中系 可中系对学生的要求极高 他们认为孙洪雷形象一般 体型太胖根本不上镜 孙洪雷得知后 对着招生老师说道 给我一个月时间 我肯定能瘦下来 让招生老师没有想到的是 仅仅过去一个月 孙洪雷靠着连吃一个月青菜和跑步 减重40斤 如此大的毅力 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 孙洪雷也从700多人的激烈竞争中 成功脱颖而出 孙洪雷能有如今这样的成就 绝对跟他的演技 实力乃至毅力分不开 大家对此有什么不一样的看法 欢迎评论区留言讨论